刘凯威张力主演《虐恋都市情感戏》一念向北 戏中两人饰演情侣 抛开家族恩怨 为爱不顾一切 可是到了戏外 这画风就转了180度 亮相发布会的两人竟然害羞得好像陌生人 上台就是各走各的路 到了台上进行互动 也是扭念得不得了 在戏里面让对方一瞬间感到温暖的一个小动作 看着两人脸上大写的蒙子 主持人只好再推一拔 刘凯威你平时总安慰女生呢 尴尬了足足半分钟 刘凯威才终于不情愿地伸出了手 谁安慰女朋友 没事离这么远 可能是婚后要和女演员保持距离 所以刘凯威才这么矜持吧 毕竟2013年拍摄时 她和杨幂还没结婚呢 而现在人家早就已经是人夫人妇了 考虑的自然是要多一点咯 很难为凯威一个 对啊 在戏里面还要演示那么喜欢我 女主角内心受到了100点伤害 于是刘凯威只好赶紧解释 只不过嘛 这理由就有点奇怪了 就怕弄上她的发型而已 先遇到再见 总好报道